臺大醫院間是證實有十位公務室的同仁確診 可能是跟萬華地區的足跡有關 臺灣為此決定要門診降載 而臺北市聯合醫院松德院區 又一名看護及一位住在萬華的 藥劑科員工確診 而指揮中心也公佈 臺北是一間協議透析中心 有一名病患確診 之後有病患跟員工共四人 快篩驗出了陽性 而在臺北榮總 也有一名手術士 負責清潔的工友 感染確診是沒有症狀 院方表示目前調查接觸者六人 PCR採檢都是陰性 手術室的環境採檢 也沒有遭受污染 已經進行大規模消毒 疫情燒進醫療院所 臺大醫院一名公務室人員 死炮發燒 經PCR採檢後確診 臺大安排全辦公室 三十六人採檢 共有十人確診 那很不幸的在這三十六名 跟他有接觸的同仁當中 我們篩選出來 臺大醫院初步瞭解當中有人有萬華地區足跡 但還需要疫調確認 雖然辦公區環境採檢有三個地方驗出病毒 但初步判斷沒有接觸病患 並非院內群區感染 臺大也宣布暫停所有病患手術以及入院 並將門診降載 非緊急病人延期看診 並安排全院約六七千名的同仁普篩 希望四八小時內完成 除了臺大醫院 臺北市聯合醫院 松德院區有一名 家住萬華的藥劑科員工 採檢後確診 約二十位與他有接觸的同事一檢 都是陰性 另外院內還有一名看護 因為發燒檢驗確診 雖然這兩例都不是院內感染 但醫院準備逐步增加院內篩檢範圍 另外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也表示 臺北市有一間血液透析中心病患確診 之後該中心為病患以及員工快篩 驗出四名陽性 現在匡列十一名工作人員 以及六七位病患居家隔離 至於亞東醫院院內感染 再傳出有三人 二採陽性 包括一位病患 一名病患家屬以及一位看護 目前亞東醫院之波院內感染 已經累積十四例確診 記者 陳立峰台北報導